嘿 大家 這禮拜會有我跟翠翠的工藝挑戰賽 各位敬請期待 OK 我們拉回來我們送點 OK 這一場我們玩的是星葵 小奶奶星葵 我們關於小奶奶星葵呢 了解是很少啊 因為我們不常玩小奶奶星葵 但是我不再能夠理解官方的是 你把星葵的胸腹做得那麼小 OK 我沒意見嘛 魯不平和以平天下嘛 好 那你找來一個角色扮演的 你也要找個胸部小的吧 啊 你找來的是什麼鬼 蛤? 這個是星葵的乳量嗎? 不對吧 你找這COST的整個就不合格了啊 官方 好不好 用力的譴責你啊 這點我完全不能夠接受 這種的就要去COSPLAY小琴 好不好 這是官方我給你的建議 不過 這屁股蛋 真香 小鈴想要跟你打公益挑戰賽 我的頻道在幹恩時空 歡迎一起來做公益 你可以私訊我 可以私訊我 然後我看了 因為 我那個 還在賽季中 可能 很多活動沒有辦法去參加 做公益是好事 你很棒 Hey guys 我是皇帝 今天好不好 我已經去小鈴的頻道上面 小鈴的直播上面 跟他講說 我要跟他舉辦一場公益挑戰賽 小鈴的意思也是 蠻有意願的 我也私訊他了 接下來我們就等待小鈴的回覆 還想看我跟誰打公益挑戰賽的 歡迎底下留言 皇帝我會盡量去邀約好不好 這場我們玩星葵 是S排位場的實戰解說 跟各位觀眾說聲抱歉啦 因為這場的畫質 可能比較受影響 比較差一點 不過還是不會到太糟糕啦 這場皇帝我呢 跟魚蛋刀鋒神一起雙排 來排這場遊戲 結果我們遇到 養哥 還遇到無敏 這是小鈴我第一次玩星葵 講到這邊 大家已經猜得到這場的勝負了嗎 這邊我們的中路不在啊 我們來蹭一下我們中路的兵線 想說跟這個悟空玩一下 沒想到這個悟空馬上隱身回頭 就是比我們一個棒子啊 這養哥實在是太壞壞了啊 我們馬上開啟我們的二技能 在他前面旋轉一圈啊 超級嘲諷的 這場養哥啊 他是玩悟空 然後對面的那個無敏 他是玩那個瑞克 OK 那這場我們基本上是 針對其他人去打 這兩隻實在是沒有把握 可以讓我們很順利的抓掉他 那麼的話 這場我們就是針對對手的射手 去做打擊的動作 反正優先都抓射手 只能說在這個刺客強勢的時代啊 射手真的是很難生存下去 一套那個射手就得死啦 我們這邊開二技之後 轉一圈落地把薇拉擊飛之後 再次擊飛第二次 接著用大招收割 這邊對手拉維爾 還把目標轉向我們 還開上幾走啊 我們直接一個對牆壁二技能 回頭一個跳 哇 看好他媽直接屌收 這邊我們剛清完一輪野怪啊 看到我們中路的迪拉克 被對面剛屁屁啊 哇 這兩個無名跟那個養哥啊 實在是太壞啦 這邊我們只要再等待一下 我們二技能的冷卻 轉進去把這隻猴子 把他的野怪給吃掉好不好 不要讓那猴子有太囂張的情況啊 不然這版本的猴子肥起來啊 實在是無法可擋啊 這邊用二技能再度進場 看到颯枷準備用瞬移 跳到旁邊的草叢啊 我們完全的預判了他的預判啊 雖然星葵這隻角色啊 胸部很小 不過 基本上 好像也是不太影響我們的操作 我在想小青的手會那麼短 然後位移又那麼少 會不會是因為他胸部太大 所以導致無法快速移動 那為什麼星葵的二技能 可以這樣大範圍的晃蕩呢 因為他胸部很小 我這邊跟各位講一個題外話 我昨天騎重機 然後要出門去買早餐的時候 我騎在一條空曠的大馬路上 我想說 欸 沒有人嘛 四下無人 我來標個速度好了 我就時速標個大概100多吧 過過癮那種感覺 結果你們知道嗎 突然有一個外勞 他騎他的暴改電動車 哇靠他媽 從旁邊這樣 嗆 你知道那種聲音啊 就 嗆 懂嗎 你整個那個速度感是不一樣的啊 你就感覺到那個外勞的時速 已經破我的100 不知道已經超過多少啦 媽的 一台電動車可以改成這樣 我跟你講 現在台灣各地啊 充滿著 暴改外勞電動車的外勞啊 他們以前都偷腳踏車啊 現在都不偷 現在都騎電動車 哇靠 對面那個無敏還有那個颯枷 哇 太陰險了吧 我只是在我的野區吃個藍buff 你們有必要這樣子強暴我的屁屁嗎 這邊目前雙方的比數啊 是滿平均的喔 7比8 我們少一顆人頭 不過這無傷大雅 看到那個蝙蝠女 我想揍他好不好 剛剛沒有殺到他 這一回肯定要殺掉他 這邊二技能盪進去加一技能 欸 大招不用開 也是成功出力 這個拉維爾啊 剛剛也是在給我壞壞啊 我們這邊打一套之後 大招接下去拿下一個雙殺 對面下入兩個人 囂張不去 唉唷 我們對面的無敏已經大殺特殺啦 不愧是無敏 欸 終結 欸 那我們的業績也是滿不錯的嘛 我們趁著對面現在死掉三個人啦 剛剛是四個人嘛 我們把他的塔先給優先拿掉 然後我們就轉頭來 準備來吃這個魔龍 好 把握機會增加優勢 阿對 我突然發現我們的射手啊 好像是在抖音上滿有名的 一個叫測旋球 我記得他玩弗倫非常的強 唉唷 這邊是個颯枷 一言不合就想起飛揍人啊 我們這邊二技能拉個距離之後 回頭轉一下 打一套之後下去 還是沒有殺到人 不過至少魔龍被我們帶掉了 這樣就夠了 我們把我們的藍buff野區清完之後 這個薇菈再給我偷推兵線 我們用大招躲開他的暈眩之後 我們回頭二技能盪過去 再加一技能想要把他留下來 不過可惜的是開幾周跑掉了 這邊對面養哥也已經大殺特殺了 十分危險 沒想到這個薇菈直接一個暈眩 哇 太陰險了 我們以為他回家 跟你講 我肯定要把這個薇菈給打爆啊 然後今天目標已經不是在射手 是那個薇菈 這邊我們成功的從對手的虎口中逃下 差點就死在對手手裡啊 身為一個專精星葵的實況主 怎麼可以那麼容易的死掉呢 這邊這個時候看比數呢 我方還是處於一個非常劣勢的狀態 其實看塔數的話 我們也是輸了對方一座塔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打得相對謹慎 看到對面在吃 喔 幹 這個薇菈 哇 我跟你講 我眼裡現在就走這個薇菈 實在太壞了 這薇菈剛剛贏我一把 現在看我玩你因地一把 這邊我們看到拉維爾從那邊射大出來 我們馬上一個二技能進去 挑到拉維爾之後 接一套 成功把拉維爾給收掉 我們透過他大招飛行的方向 成功捕捉到拉維爾的位置 欸 看來皇帝我也是蠻幸運的嘛 對不對 這邊我們把養哥給包夾起來拉 我們打完一套之後 養哥隱身逃走 我們的二技能快轉好了 用二技能追擊 打下去終結掉這個養哥拉 喔 那不然這實在是太肥了 沒想到這個時候颯枷飛出來 哇 雙倍Q 我跟你講 套餐拉 買一送一好不好 麥當勞大叔買一送一 喔 蠻幸運的 蠻幸運的 我們透過小地圖可以看到啊 對面的瑞克 還在那邊清兵線 我們業績已經先趕過去跟他鋼屁屁啦 那我們也要加入這場鋼屁屁大作戰 我們這邊跳過去之後接一套 沒想到沒有收掉他 我們這邊轉去之後打一套之後 我們想要用大招跳離開補傷害 沒想到他還是沒有死 哇 現在這個版本的瑞克 那個無敵實在是太噁心了 現在對我們來講啊 比較威脅就是那個 悟空還有對面的瑞克 分別是吳敏跟娘哥 哇 這兩個實在是 觀念實在太好啦 這邊我們看到開戰之後 二技能準備跳進場 這邊我們接完一套之後 成功先收掉對面的瑞克 接著我們往後跳 直接去抓對面的後排 打了一套之後 我們也成功把拉維爾給帶掉 二技能一好 直接開轉 跳向對方的鳥人 二技能又好了 我們直接拉開一段距離 想要跟悟空互換 抱歉 我說錯了 我是被悟空換掉 越後期的悟空實在是 越來越困擾 欸 不過沒有人理我們的射手欸 他直接一個屌拆防禦他 OK OK 我們現在的戰績來到了 十一二二 OK 非常的完美 我們的凡恩 不是不是我們凡恩 我們的摩恩 還把我們藍buff留給我們 實在是太棒了 這邊我們二技能轉去跳一個 欸 好像有做事 其實我連助攻都沒有 OK 這邊我們用二技能一個 超大範圍的位移啊 想要來找人砍 然後看到那個悟空啦 哎呀 看到養哥的悟空 哎 皇帝的心癢癢的 好想要跟他來場交流 哎呀 這邊被這邊的悟空給跑掉啊 我們空跳跳錯位子啦 這邊我們二技能轉過去 剛好把拉尾的大招給擋下來 完美 喔 怎麼會有那麼厲害 啊 啊 受不了自己了 OK 對 我突然還有想到一件事 欸 我突然覺得很奇怪喔 我只要玩傳說對決以外的影片 我的觀眾都不怎麼看 我玩傳說對決 大家就蠻喜歡的欸 欸 你們可不可以支持一下 皇帝的其他影片啊 也是很辛苦剪出來的捏 雖然傳說對決也很辛苦就是 欸 這邊悟空想要來這邊壞壞啊 被我們的 那個 摩恩給收掉啦 壞壞悟空 跟那個 盧哥的屁屁一樣壞壞啊 欸 不對不對 我剛剛的話還沒有講完 對 我的其他影片 各位觀眾其實也可以支持一下 好不好 不要只支持傳說對決 我們這邊打了一套之後 欸 完美的開大 躲開了塔的傷害 OK 如果剛剛沒有跳開 可能就會被對面擊火 那我就被 對 在塔下 玩 玩捏捏 玩到死這樣 OK啦 我還是老話一句 我只是個娛樂台好不好 請各位觀眾不要再把什麼 欸 皇帝很爛啊 實況主又怎樣啊 還是打輸誰誰誰來跟我做評論 我就爛啊 好不好 我就爛 好不好 但是那些酸我的人 答應我一件事啊 你們一定要開心 好不好 酸我如果能夠讓你們人生 感到快樂 感到happy OK 那你們就盡量酸 皇帝的存在就是帶給你歡樂 無論是喜歡我的粉絲 還是不喜歡我的 好不好 酸民 你們都要笑 smile喔 用力的笑 好不好 好啦 那這一場就是 皇帝遇到那個 陽哥以及吳敏的實戰解說 雖然沒有教到各位什麼 但是至少我們這一場很帥的 利用的立體機動裝置 在廠商這樣子 咻咻咻 咻來咻去啊 哇靠 對面應該也是 噴水噴到流滿地啊 好啦 那還沒訂閱我的觀眾朋友們 別忘記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點讚我的臉書分享 跟追蹤我的IG 小鈴鐺叮叮叮 記得開 我們來挑戰一下 這一部影片的戰 能不能夠破2000個贊 還想看皇帝有玩什麼角色 按戰術最多的那個人啊 好不好 他選的那個角色 皇帝我下次就玩那個角色 OK吧 就是投票制 民主的社會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video